主席 斯大林发来正式邀请电报 欢迎你接助寿的机会访问苏联 斯大林终于给我发通行证了 好啊 为了这个通行证 我整整等了四年呐 不容易 1949年12月16日 刚刚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毛主席乘坐专列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率领一众苏联高官前来迎接 并将他的手伸向了毛主席 在这一刻世界上最大的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两个国家终于握紧了双手 此时恰逢斯大林的70岁生日 毛主席带了两火车皮的礼物前去莫斯科 王家想问主席是不是前来祝寿的 毛主席笑着说道 把我弄来为了祝寿 未免太简单了吗 1949年1月 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开始明朗 国民党的百万大军灰飞烟灭 如今只能归缩在南方等待美国的救援 毛主席便想赶赴苏联与斯大林见面 商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关事宜 但是这一要求却被拒绝了 这也不是斯大林第一次聚接毛主席访问苏联了 早在1947年 此时的解放战争正是关键时期 有很多的问题等待着毛主席和斯大林商议 而斯大林以毛泽东离开中国 困难对战事产生影响为理由拒绝了这提议 可是到如今 解放战争陷入了尾声 斯大林对毛主席访苏又是什么看法呢 斯大林还是拒绝了这项提议 这次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此时不是执政党 没有建立政府 中国如果派遣代表团 会让刚刚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国民党政府感到不满 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国际形势并不明朗 美国时刻关注着中国 但是最让人心痛的是 他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赶跑 将全国统一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斯大林就两次发电规劝毛主席接受蒋介石的和谈方案 还在电报上说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 再打的话就是民族的毁灭 在三大战役结束后 还要求毛主席接受化僵而至的要求 显然 远在苏联的斯大林并不了解中国的特有情况 不知道蒋介石想掌控权力的野心 也不明白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的迫切愿景 对于斯大林的电报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 我就不相信 人民要解放 民族就会毁灭 不过斯大林也没有放弃中国共产党 在毛主席拒绝他的提议后 并没有断绝对我军的援助 还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派往中国 秘密会见毛主席 由于苏德战争的胜利 使苏联的国力大涨成为了世界的两极之一 而米高扬常年在欧美各国访问 经常受到各国超乎寻常的礼遇接待 这也让他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胜利者的姿态 抵达西白坡后他第一时间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也没有身穿滑服 而是穿着一身补丁的棉衣 脚踏破旧的布鞋 身后的领导干部也相同的装扮 反倒是自己一身西装显得格格不入 米高扬这才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艰苦朴素 因此并没有计较先前的礼遇问题 热情地与毛主席等人相互握手问候 虽说简朴但是接风宴还是要做的 当然餐桌上并没有名贵的菜品 但是酒却是尚好的焚酒 这对于爱喝酒的斯拉夫人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米高扬的酒量非常的大 这和他常年出席外交宴席息息息相关 第一次品到焚酒的米高扬还借着酒劲 想要和毛主席斗酒 然而毛主席并不喜欢喝酒 喝酒会耽误自己的工作与时间 但是米高扬毕竟是苏联太前的大事 要是连酒都不喝就显得自己对他不够重视 于是毛主席就说 我们中国人的幸福就是吃香喝辣 今天米高扬同志品尝了中国的美酒 为何不尝试一下中国的辣椒呢 说完 毛主席就将辣椒拿到手中 一抬手就放进了口腔中 津津有味地品尝了起来 米高扬见毛主席吃得如此香 自己也有了一些好奇 就拿了一根辣椒咬了起来 可刚咬了一下 自己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疼痛 像是在火上烤了一样 可是毕竟在公共场合上 他也不好意思将辣椒吐出来 只能忍着疼痛咽了下去 毛主席看出了他的窘境 就笑着说要不你喝酒吧 我一个辣椒 你一杯酒 咱们这么逗吧 米高扬对自己的酒量很有信心 立马答应了这提议 况且他也想用酒水解除自己的辣椅 两人在这场宴会上 连吃了35个辣椒 喝了35杯酒才肯罢休 这次见面以为毛主席访问苏联打造的基础 听中央决定 你们几个随我辅苏联访问 并给斯大林同志祝寿 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 有两位在苏联学习工作过 一个是陈伯达 一个是施哲 还有两位啊 头一次出国 一个是王东兴 一个是叶子龙 1949年10月1日 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而被美国扶持的蒋介石早已败退台湾 中国结束了100多年的殖民与侵略 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人民也从此站了起来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 苏联就发来喝点 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老大哥的带领下 诸多多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相继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我们也终于在国际中 占有了一席之地 然而此时国际形势混乱 中苏之间都迫切地想要加强了解 下逢斯大林的生日逐渐逼近 毛主席想要借此去苏联与斯大林会晤 11月10日 周总理正式地向苏联大使提出 毛主席即将去莫斯科 参加斯大林70岁生日的祝贺活动 并对苏联进行访问 苏联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重 斯大林派遣了自己的专列 到满洲里迎接毛主席 还专门派了个中国厨师 为毛主席做中餐 得到回复的毛主席 也开始了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 此次访问毛主席只带了四名工作人员 他们分别是秘书陈伯达 警卫汪东兴 基奥秘书叶子龙 翻译师哲 人员至少在近现代国家之间都是少有的了 就算是把一个月后 加入中国代表团的周总理一行算上 这人员也是最精简的了 与此同时 斯大林过70岁大寿 寿理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了 同时这也是新中国送给苏联的第一份国礼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考虑到莫斯科深处北方 植物蔬菜缺失 我国带了山东的大白菜 大葱 来阳梨 河北的雪梨 北京的新梨美萝卜 江西的金菊 茶叶 另外还有一些瓷器和紫桐火锅 当礼品确定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能接受的 但是送别人大葱却是少见的 工作人员对此笑着回应道 我们山东人打架的时候 给他大葱就马上不打了 原来是中苏之间互有分歧 毛主席送大葱的意思 是让苏联有问题的时候消消气 缓和两国关系 从一个小小的大葱推测 每一件礼物都有它特殊的含义 12月2日 毛主席正式从北京出发 并开始了自己的访问苏联的旅途 然而此次毛主席出行得到消息的 还有国民党 毛仁凤亲自要求特务抵达目的地 并用三套方案对毛主席展开暗杀 为了保护毛主席的专列安全 增加了诸多国安战士在铁路边巡逻 而就在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 国安战士在铁路上发现了一块巨石 就在清理铁路的过程中 山上却传来了枪声 击中了我们的一名战士 发现情况的人群立马组织了 大量人员对其进行围剿 经过激烈的战斗 我军击毙了三名间谍 与此同时 国安部队也在排查铁路中 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 惯性的是毛主席国民党间谍的阴谋 终究没有成功 12月16日中午 毛泽东乘坐着专列进入了莫斯科北战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 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 元帅 外贸部长敏什科夫等一众高级领导 前来迎接毛主席 由于毛主席身患感冒 以及苏联寒冷的天气 苏联只简单安排了个欢迎仪式 就请毛主席前往姐妹和别墅居住了 毛泽东同志 您很年轻 而且很健康了 您对中国革命 对中国人民的贡献 是很大的 您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祝贺你们毛泽东同志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 向斯大林同志问好 感谢你们对中国代表团的邀请 当天下午六点 毛主席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 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重 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成员 在门口迎接毛泽东 这对于斯大林本人而言 都是一种魄力 是绝无仅有的 当斯大林见到毛主席的时候 快步上前 他紧握毛主席的双手 凝视着好一段时间 缓缓地说道 想不到你如此的年轻和健壮 随后又称赞道 伟大 伟大 真伟大 你对中国人民贡献很大 你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祝你健康 听到斯大林的高度赞扬毛主席 没有很激动 他遗憾地说道 我是长期遭受排挤 有话没有地方说 斯大林当然知道这句话是对自己的敲打 赶紧说道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说完就请毛主席入座 入座之后 斯大林就问道 你过来一次很难啊 自然不能空着手回家 我们得谈一些东西啊 毛主席很是幽默地回答道 恐怕是要双方经过协商个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要好看又好吃啊 因为文化差异 斯大林并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问道又好看又好吃 这是什么东西啊 毛主席就细心地解释道 好看就是形式好 好吃就是有实际内容 斯大林还是不懂其中含义 后来还专门给毛主席打电话询问此话的意思 可毛主席却闭口不言 王家祥自然知道主席话中有话 就问道 主席 我们前来真的是来败寿的吗 毛主席笑着回应道 把我弄来为了祝寿 未免太简单了 我们应该搞个政治文件吗 12月21日 毛主席出席斯大林70岁的生日大会 除了苏联各加盟国15个加盟国领导人外 还有13个国家元首前来参会 而中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第一个上台进行致辞 还在次日的宴会上受到了最高的待遇 1950年1月20日 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并积极与苏联政府举行会晤 为了方便商量国家问题 周总理索性搬到了毛主席的姐妹和别墅 2月14日上午 周恩来总理与苏联外长维新斯基 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 与盛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 在签字仪式结束后 毛主席再次邀请了斯大林出席中国举行的答谢宴会 随后在签订完协议后 双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饭店举行了答谢晚宴 而这主菜就是中国的火锅 而这只火锅就是中国送给苏联的子童火锅 但是斯大林同志好像是第一次吃火锅 他吃饭时将没有煮过的冬笋放入口中 在感受到冬笋的清甜后接连说好吃 好吃 毛主席看到后很是提醒 亲自示范了怎么吃火锅 毛主席先是将冬笋加起 随后放入锅中等待了议会 然后放入口中 边吃海边对斯大林说道 这样子吃 味道会更好 于是斯大林试着和毛主席一样 涮了涮食材 说道果不其然 中国菜名不虚传 2月26日 毛主席和周总理抵达了满洲里 苏联人将两辆小轿车放入中方的火车之中 由此毛主席的访苏之旅正式结束